Dj 好我們這邊繼續延續來看一下 主播所謂的 Standing Wave 到底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示範了 如果你有兩個Traveling Harmonic Waves 他們的行進方向相反 他們的合成波基本上就會形成 一個駐波的一個形態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數學形式上怎麼去描述一個駐波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了 它是兩個一樣的traveling wave 但是只是方向相反 所以我可以寫 它是一個A乘上sin 括號 kx 寫上 omega t 一個往右邊的波 去加上一個正幅也是一樣 但是往左邊行進的波 也就是一個A乘上sin 的 kx 加上 omega t 的波 那這兩個三角函數呢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關係是 也就是說 sin alpha 加上 sin beta 會等於兩倍的 sin 2 分的 alpha 加 beta 乘上 cos 的 2 分的 alpha 減 beta 來做化解 但這個關係是呢 其實還蠻容易證明的 你可以從我們上個章節講震盪的時候 所介紹的 Euler formula 也就是說你把這些 sin 跟 cos 呢 通通在所謂的這個負數空間展開 也就是 Euler formula 講的是說 Exponential 的比如說 i alpha 可以寫成cosα加上sinα的關係是 你從這邊左手去做一個相乘或相加的時候 通常就很容易的可以去推倒大多數三角函數的一些關係 那我們這邊直接用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我期待答案會有兩倍 所以正幅變成2a sin後面跟的是分別裡面的向角相加除以2 所以一個是kx減量ωt 一個是kx加ωt 相加除以2你得到就是kx 所以第一項會跟著是一個sin函數 裡面的向角只跟x有關係 後面講的是α減β除以2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cos乘上ωt 所以你發覺現在kx跟ωt 它不再同樣的寫在一個向角裡面 它們已經分開來了 那什麼意思呢 所以要比較容易去看出這個方程式的意思 我可以把前面推倒出來的係數2a 跟cosωt把它提在一起 變成是一個正幅的感覺 所以我如果把顯示這個形式 也就是y of xt 我把它顯示是2a乘上cosωt 一個隨時間變化的係數 去乘上一個sin kx 也就是說這個sin kx的函數 它本身空間給定之後 它本身的sin函數的形狀已經給定了 但是它會變的是什麼呢 它會變成是一個前面等效的一個正幅 因為前面的正幅呢是2a乘上cosωt 所以隨著時間呢 它會在正2a跟-2a之間做一個震盪 所以很明顯的 這樣子的一個合成波的解呢 它並不會隨著時間往左邊跑 也不會隨時間往右邊跑 因為呢它無時無刻看起來它的形狀 都會是一個sin kx的一個解 但只是呢它的正幅會隨時間呢 變大或者是變小 比如說時間是0的時候 前面的cosωt的貢獻是1 所以你知道你這時候的正幅呢是2a 但是你過了八分之一個周期的時候 你一樣去做這個計算 你會發覺正幅縮小了 那一直到四分之一個周期過去之後 那四分之一個周期帶進去的時候 你cosωt是0了 這個時候呢空間中每一點的正幅都是0 所以它變成平的一條線 那在持續演化八分之一個周期 或到最後所謂的這個二分之一個周期的時候呢 你發覺當達到二分之一個周期的時候 前面的等效的正幅變成負的2a 所以呢它一樣的就是一個sin函數的形式 但是呢這個正幅跟原來t等於0的時候 完全相反 所以你得到的一樣是一個 極大的一個主播的一個震盪 只是呢它現在正幅呢 跟原來t等於0的時候 是剛好插一個負號 所以照剛剛的觀察說這個主播 它不隨著時間前進 所以它有一些點呢 基本上不論是任何的時刻 它的y坐標的值呢 永遠是0 那這些點呢 我們就稱它是一個節點 nodes 那所以節點的定義呢 就是在一個主播裡面呢 它的空間位置呢 永遠是靜止不動的點 所以什麼點會永遠靜止不動呢 你從上面這個y函數的一個解 它必須永遠等於0 那唯一的可能性不隨時間改變呢 也是我們要求這個sin kx的部分呢 永遠等於0的地方 那基本上呢 它的y坐標就不會隨著時間變 而且永遠待在0 所以我們要求的就是sin kx要等於0 所以後面這個face kx呢 必須是π的整數倍 它可以是0可以是π 可以是2π等等之類 可以是nπ 所以說你把這些點 x呢就會等於nπ去除以k 所以在圖上畫出來呢 就是黃色圈圈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主播的節點 nodes 同樣你會有一些點是所謂的anti-nodes 反節點 那這些反節點的定義呢 就是你的主播正幅 最大的地方就是所謂的反節點 那既然我要求是主播的正幅最大 也就是要求上面的sin kx 基本上要等於極大值 或極小值 正1或者是負1 那我如果要求sin x的值是正負1的時候 基本上呢 我要求我的kx後面的向角呢 就是2π或3π 或者是呢 你可以想成是一個2π 加上任意的一個π的整數倍 所以說你把這些點呢 也畫出來 你發覺呢 就是圖上所標的紅色的這些點 那這個是一個主播的定義 那我們馬上可以來看一下說 對於一個懸波而言 懸上的主播到底怎麼產生的 產生之後呢 我們可以對這個懸上的主播 他的一些物理量做怎麼樣的一個理解 所以說像圖上所示的 我們討論的是說呢 如果說你有一個繩子 他的左端跟右端呢 都是固定住不能動的 所以我現在問的是說 像我右邊呢有一個磚塊 他基本上繩子是被固定在磚塊 中間是不動的 但我左手邊呢我的手可以去對我的繩子做一個上下的震動 之後的繩子呢會產生一個波動的一個行為 你會發覺很好玩的就是說 當你的手在上下甩動的時候呢 只有當你的手震動的頻率達到固定頻率大小的時候 你發覺說中間繩子呢 才會產生剛剛的主播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主播會產生 以及呢這些頻率的關係是到底是什麼 以及你可以看到到就是說 當你得到第一次共振的時候 這頻率是比較低的 就最上面這個例子 但是當你持續的去增加你震動的頻率 然後達到說中間第二個圖 也就是說呢 你中間現在出現的這個繩波震動的這個主播 基本上是一整個波長的時候 為什麼你的頻率呢要增高 那你如果要持續下去的時候 你發覺你的頻率更逐漸增加的時候呢 你可以產生更多節點的一個主播 好所以我們來瞭解一下說 為什麼這個主播只會在特定的頻率才會發生 原因就是說 我可以從這個主播的一些幾何條件 先去回推說 這樣一個主播呢 它所對應到的波長大小是多少 所以對於說最上面這個圖而言 你發覺這個紅色的線段的這樣一個波呢 基本上它只是走了一個拍的一個向角 也就是說它的波呢 並沒有完整的走完一個週期 所以呢我知道這個L的長度呢 基本上對應到就是我波長了一半 所以你有一個L或者有二分之Landa的關係 所以或Landa呢就是你現在去局限這個空間長度的兩倍 但你這個關係是之後 假設我們知道是你現在拉著這個繩子的張力 以及這個限密度 其實我馬上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一個繩波在繩子上傳遞的速率V了 那當你有V之後呢 你又知道Landa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你如果真正要產生 像最上面這個圖案的一個共振的一個主播的時候呢 你的頻率呢就必須是V除上2L 那這樣一個頻率的大小呢 我們就定義呢 它是所謂的一個基頻 Fundamental Frequency 它是第一次呢 你從低頻慢慢慢慢去甩動你的繩子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你的波產生共振 然後呢很明顯的出現震幅變大的情況 好所以我們說F1呢就是所謂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或者你可以叫它是一個First Harmonic Frequency 就第一次產生這個和諧共振的時候呢 它頻率的大小 那以此類推 其實我們剛剛的關係是就是說 當你去了解去分析說 你現在呢這個主播它的波長知道之後 你可以用同樣的關係式呢 去回對它的頻率嘛 所以對於第二個狀況呢 剛好它的這個Lambda 就是這個局限空間中的長度L 所以這關係式之後 你馬上知道說F2呢 大小必須是V除上L 或者是你基頻的兩倍 所以當你調到基頻之後呢 你現在可以就是加倍你搖動的速度的時候 你發覺你也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主播 只是呢你主播的形式呢 裡面的節點增加了 所以以此類推 你如果要得到一個更多節點的一個主播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調整你現在震動的頻率呢 是你Fundamental Frequency 是你基頻的N倍就可以了 所以一個正式的推導就是說 波長的關係式跟你現在這個L的關係式呢 有一個L會等於2分之N 乘上Lambda的關係式 所以你會發覺說呢 你的波長呢 就會是你的基頻的時候 對應到的波長去除上N 所以如果你現在想要找的是 第N個Harmonics的一個狀況 基本上你知道Lambda之後呢 你的頻率呢 就可以寫成是Nv除上2L 或者你可以從剛剛的推導 你就可以馬上得到說 你必須呢 把你的頻率 調成是你基頻N倍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激發 第N個Harmonics的這個主播出現了 那同樣的如果說我現在 就像我剛剛所提的 那通常你要怎麼去找到這個速度呢 這速度只跟兩個物理一樣有關 一個是你準備繩子的時候 它的泄密度μ 另外一個呢就是說你繩子拉得多緊 你繩子的張力 這兩件事情呢是很輕易可以量測 或者可以把它定義出來的 所以可以把這關係式呢帶回去 那這個呢同時我們也可以稱它是 一個Normal Mode Frequency 因為呢每一個不同的Harmonics 基本上呢它是彼此獨立的 它有不同的頻率 同時有不同的波長 所以你給一個特殊頻率的時候呢 只會激發出一個對應的一個Normal Mode 那我們這邊來直接看一個應用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一個繩子 或者是你可以想成是一個弦樂器 你去撥動你的琴弦的時候 它所產生音調的一個頻率 所以題目呢這邊講的 它描述的就是說 你有一個樂器 然後你的A調 你的Note A跟你的Note D A調跟D調呢 你的頻率呢 比FA比上FD呢是3比2 然後呢它告訴你是說 繩子的長度呢也不太一樣 A調跟D調它繩子的比例呢是4比5 它想問你是說那你有這些資訊之後 你是可以回推一下說 當你有這兩根不同弦的時候呢 這兩根弦它所受的張力的比例大小是多少 好所以我把所有的資訊呢整理在最上面 比如長度比是4比5 然後它的線密度是同一個材質 所以線密度是一樣的 那現在告訴你說它的FUNDAMENTAL FREQUENCY 它的基頻的比例呢是3比2 然後問的就是說 繩子所受到張力的比是多少 所以前面一頁的推導呢 我們把關係式列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只會用到這個FUNDAMENTAL FREQUENCY 它的數學關係式哦 所以我在F1呢就會點2L分之1乘上更號了 μ分之F 但是它現在題目告訴我們說 這兩個音頻它的frequency的比例呢是2分之3 所以你分別把FA的定義跟FD的定義帶進去 等於2分之3之後呢 你做一些化解 所以我會把跟長度有關係的量 跟力有關係的量 跟線密度有關係的量呢 分別把它放在一起 但你會發覺說μD除上μA是1 因為是同樣一種材質和線密度一樣 那前面的LD除上LA呢是5除以4 所以你現在會有一個2分之3 會等於4分之5乘上更號的這些力的比例 所以你做個移向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說你的樂器呢 要如果能夠調的很準 這個A調跟D調的話 那給了這些對於頻率的一個期待 以及長度之後呢 你發覺說對於A調跟D調 它的張力比呢必須是1.44 對於A調和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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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